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 我是慧文 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 美资安报告说 中共已从三十几个跨国企业摄取大量机密 局外零回到美国自称亚裔美国人美媒反面 应报告指责某些亚洲国家向俄走私禁运报件 美众议员说 拜登提议的学派豁免很可能被法庭推翻 马斯克表示 推特将永远对普通个人用户免费 超过五成港人不愿到大湾区定居或工作 学者分析原因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美资安报告说 中共已从三十几个跨国企业摄取大量机密 美资安公司Cyber Vision5月4日发布报告说 自2019年起 中共已从美国、亚洲等全球三十几个跨国企业 摄取大量商业机密和智慧财产 在全球供应链出现断工和俄乌战争下 美国制约和航太军工产业的制造蓝图 已成了中共的新目标 据CNN和CBS News5月4日报道 一个被称为寄生风行动的摄取行动 APT-41和中共政府有关 已多次入侵北美、西欧和东亚三十几个科技 能源和制约等产业的跨国公司 Cyber Vision执行长迪夫说 我们说的是战斗机、直升机和飞弹的图表蓝图 黑客也摄取了能源产业的太阳能板 镇控系统技术和设计资料 以及制约产业的药品智慧财产 去年美国司法部先起诉了4名和APT-41有关的中国人 涉嫌参与对多国政府企业的网络攻击行动 去年4月,一家公司向Cyber Vision资安公司表示 他们可能在遭到入侵后才警告到这场攻击行动 而分析人员利用反向工程发现 APT-41的黑客在他入侵对象的系统中 已具有完整的传取权力,可以任意拿走资料 美国联邦调查局副局长亚巴特 上星期在一场演讲中说 中国有一套庞大、复杂的网络涉物计划 中共进行的网络入侵行动 比全世界其他所有国家这类活动的总和要多 去年3月,美国联邦传播委员会已将5家中国公司 列入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企业名单 其中亦包括海康威视 消息人士说 美国政府已计划对中国的监控设备製造大厂 海康威视实施制裁 海康威视目前向180多个国家提供监控设备 谷爱宁回到美国自称亚裔美国人 美媒反面 为让谷爱宁赶上2022 Mad Gala活动 奢侈品牌LV特意包机送谷爱宁回美国 这次谷爱宁也没有让大家失望 身串黑色抹空痞群 竟验亮相Mad Gala的红地毡 除了受邀参加2022 Mad Gala活动之外 谷爱宁还获邀参加在纽约举办的女性体育峰会 到时她将上台发言 可以说谷爱宁确实成了时尚界的宠宜 不过谷爱宁这次就出现了争议言论 引起不少网民热议 在Mad Gala活动现场 谷爱宁直接摊牌了 回到美国自称是亚裔美国人 件事是这样的 谷爱宁作为LV品牌的全球代言人 这次穿着黑色抹空痞群 是该品牌17年的春夏款式 自然有明星在之前也穿过同款 韩国明星郑浩然就曾穿过这款痞群 恒骚 刚好郑浩然也受邀参加这次NAT Gala活动 谷爱宁和郑浩然进行交流并合照 谷爱宁可能是为了找共同话题 在和郑浩然的对话中 谷爱宁说很有缘 毕竟这款痞群被两个亚裔美国人穿过 谷爱宁用亚裔美国人 称呼郑浩然和她自己 一开始有网民还以为谷爱宁是不是口误 毕竟她之前才代表中国参加冬奥会 按道理应该拿到中国国籍 再加上中国不承认双重国籍 所以谷爱宁自然是中国人 那为什么用亚裔美国人称呼自己呢? 事实证明谷爱宁并不是口误 因为在和美国千禧后美装网红 Emma Chamberlain对话时 谷爱宁再次自称是亚裔美国人 虽然谷爱宁回到美国自称亚裔美国人 但美媒似乎不领情 直指代表美国拿牌才认可她是美国人 美媒Women's E-News发布一篇文章 大致内容是 谷爱宁是在美国出生的滑雪运动员 她却代表中国奪得冬奥金牌 成了一名有争议的运动员 对很多美国人来说 这位18岁的天才少女被贴上叛徒的标签 亚裔美国人 只有她代表美国拿牌才认可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谷爱宁两边都不想得罪 中国这边 谷爱宁收获了无数的掌声和喝彩 商业价值暴障 无数代言排阻队和她签约 美国这边 很多活动都邀请谷爱宁参加 这个也让谷爱宁成了时尚界的宠宜 不单止是这样 谷爱宁跟着来 还要去到美国的名校史丹福大学进修 她自然希望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想在两边都搞好关系 确实不容易 可以说谷爱宁真的太累了 英报告指责 某些亚洲国家向俄走私禁运报件 综合英文媒5月4日报道 英国军事智库皇家联合研究所发布一份报告 强调某些亚洲国家正是对俄罗斯走私军事防御报件 这个可能会促使英国政府对任何违反武器禁运令的指控进行调查 皇家联合研究所报告指 在乌克兰战争中使用的俄国武器依赖进口的精密电子产品 英国研究员在对俄军的废气零件进行调查后 发现俄军获得一些用于干扰设备和军用无线电的英国高科技部件 另外在俄罗斯的防御系统中 还使用了英国制造的高频晶体管 除此之外俄军的设施中还有美国、德国、韩国、台湾 以色列同荷兰制造的组件 这个意味着制造商生产的组件 通过非正式渠道流入俄罗斯 根据《每日电信报》的说法 克里姆林工试图通过皮包公司 中间相同敲诈勒索的手段获取西方零件 2014年俄罗斯吞併克里米亚后 外国对俄进行普遍的武器禁运 在今年禁运范围再度扩大 但某些迹象显示 禁运产品仍然可能被发送到俄罗斯 一些亚洲国家可能只是起到中间人的作用 在报告中 皇家联合研究所详细介绍了中共和印度的企业 如何充当中介 让莫斯科能获得英国制造的电子晶元和配电盘 最后这些设施用在制造俄国的巡航导弹 报告说 有大量证据显示 俄方通过第三国洗产地的手段 完成了一系列走私活动 包括中共重工企业在内的机构 会在某种情况下将民用的产品出售到俄罗斯 同时位于印度、捷克共和国、塞尔维亚、 哈萨克斯坦和土耳其等地的中间商 也起到推动作用 帮助外国技术通过法律流动进入俄罗斯 在报告发表后 英国国际贸易部说 现在英国正是研究阻止英制零件被俄国获取的方式 该机构也提到 由于西方的经济制裁 莫斯科现在更加依赖零部件走私 维持机器、飞机、导弹和其他高科技武器的转运 英政府发言人说 当局正是对该事件进行更多调查 英国拥有世界上最健全、最透明的出口管制制度之一 我们认真对待所有违反出口管制的可信指控 如果指控适当 我们将采取进一步行动 美众议员说 拜登提议的学派豁免很可能被法庭推翻 在礼拜三 纽约州联邦众议员 特尼在接受媒体Newsmax采访那时说 如果拜登总统试图通过行政命令 免除部分或全部学生派款 很可能会被法庭推翻或者在法庭上受质疑 我认为他没有能力通过行政命令做到这一点 因为教育部对这些派款有控制权 特尼说 我认为如果他真的试图这样做 这个行政命令将受到挑战并在法庭上被推翻 在5月3日 为联邦参议员毓伦准备的一份分析报告指 取消每个借款人1万美元的债务 将有32%的借款人 即是约1300万人的派款清零 取消5万美元 就将有76%的借款人 即是约3000万人的派款清零 据商业内幕报道 虽然不清楚拜登将取消多少债务 但有报道说 他正是考虑取消每个借款人1万美元的债务 特尼补充说 或者大学应该承担这些学生派款的部分成本 并将学生的成功 找工的能力和还款能力联合起来综合考虑 他提到1983年他从大学毕业那时 学费是1万2千美元 如今那间大学的费用从每年7万5千美元 升到7万8千美元 他说在这段时间里面 大学学费已经成了一个巨大的问题 现在大学有负责监管所谓多样性 公平性和包容性的官员和永总的行政部门 这些人每年赚取30万至45万美元 做这类工作的人 他们没有生活在现实之中 马斯克说 推特将永远对普通个人用户免费 推特老板马斯克5月3日的一条推文 打消了很多人的担心 他说推特将永远对普通个人用户免费 但可能对商业和政府用户收取一些费用 因为很多推特用户在猜测和担心 推特采取实名制注册和公开演算法等举措 将牵涉到费用问题 而马斯克的推文就打消了很多人的顾虑 他已经承诺永远对个人用户免费了 自上个月以来 马斯克一直在建议对推特进行一系列改变 比如打击垃圾邮件机械人 对真人用户进行认证 演算法公开 移除广告 改採会员制等等 都受到人们的关注 他还曾建议对Twitter Blue的高级订阅服务 进行一些改变包括削減价格等等 马斯克在5月3日反击CNN的一个报导 说一个大广告公司New Friends在开会前 有20多个社会团体要求大企业们杯葛马斯克 要求他不要改变推特的政策 否则大企业就应拒绝在推特上做广告或投入资金 他们还要求可口可乐迪士尼、苹果、craft等大公司 反对马斯克的管理 CNN的报导提供了一个新例子 说明一些倡导团体 如何依靠企业言论的巨大力量 特别是广告商的力量 迫使很多科技平台改变行为 以塑造科技公司的操作 马斯克当日在推特上回应说 谁在此资助这些想控制你获取信息的组织 让我们调查一下 在5月2日举行的纽约年度胜汇 Matt Gala上 马斯克也表示 他将让推特在推文的晋升或降级方面保持透明 并希望他的软件能公开让人批评 超过五成港人不愿到大湾区定居或工作 学者分析原因 中共积极推动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 不过一项最新民意调查显示 超过一半的香港人不愿意到大湾区定居或工作 有学者认为 这可能与上海封城乱象彭生有关 据美国之音报道 香港民意研究所4月22日至27日进行例行的 有关香港人大湾区生活及工作的网上民意调查 成功访问5671名香港市民 结果显示 51%的受访者说不愿意到大湾区定居 愿意的有26% 另有22%受访者表示一半半 至于去大湾区工作 55%受访者说不愿意 较半年前的上一次调查上升了5个百分点 愿意的只有18% 较上次调查大幅下跌9个百分点 香港中文大学社会科学院 下跌港师叶国豪分析 这次调查进行期间 正值上海封城超过一个月 动态清零政策可能影响受访者 去大湾区定居或工作的意愿 香港证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 副教授陈家乐批评 中港政府缺乏政策配套 香港融入大湾区成了意识形态的口号式宣传 可能造成反效果 新闻播放完毕 多谢大家收听